在耳機後面的報告,你們覺得自己很渺小 不會!不會!不會! 不用嗎? 我按下了 我是高麗,我們其實以前是做電視報告 後來因為一直幫人家做代工,想要自己做品牌 所以我們就成立好一刻 我們其實有幫很多的基金會或協會拍公益廣告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補助一些公益的訪問 我們其實自己有自己的活動計畫 我們設計跟多米動畫室 因為我們上次做的團隊 然後我們有在做的是,我們有經營自己的社群 然後有做我們的DM 剛才在網上的話,大家可能可以拿到我們的DM跟我們的期盼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會做這些的話,其實也是希望藉由我們自己的品牌 去幫我們自己辦的活動做宣傳 然後也藉由你的看護跟DM 所以我們盡量去介紹台灣的一些好的人 好的活動跟好的店家 那總計包括什麼的計畫 其實我們是在2012年的時候跟法安詞申請 就是說一個資助計畫 那當初有種是希望自己在工作之餘 可以帶著同事去協助平鄉地區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設計團隊 有自己的影響室座的團隊 可以教我們一些數值 那後來法安詞他們的想像計畫 就高了50萬的資金 資助我們做這個計畫之後 我們就覺得說 好像不能只是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找了13組藝術單位 然後去了台灣實作學校小學生 教了小學生藝術創作的一些內容 讓他們有一些實驗 因為我們覺得說 如果從小讓他們能夠多遠的接觸的話 尤其是平鄉地區他們其實 比較缺乏這樣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所以我們把這些人帶到那些地方 讓他們可以面對面 然後等於是當天一個體驗的課程 從小度多接觸 那會想要做這件事其實是 之前我有去參加陸主會的他們的意思 那參加這個藝術展之後 我覺得說 醫生他們有這樣的努力 可以去做這樣專業的事情 那你們就快運用好的專業去寫進他們 那這樣說 我們就是先去偏鄉地區交小朋友 偏鄉地區去拍攝小朋友 看他們的需求 然後跟訪問他們的校長、師生 就是了解他們的需求之後 我們會回來找相對應的藝術家 然後針對他們的需求 我們請藝術家去做一些訪問 然後再把藝術家帶到天鄉地區 然後讓他們去實際的參與再體驗課程 所以我們去到十所學校 然後總共這十三組的藝術單位 其實有這樣 其他舞的、學士舞的 也有街頭的同家 然後 藝術家 藝術家 這些都有 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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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么多的学校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私底下在做很好的事情 可是私底下做它其实 我觉得社会上宣发太多正面的一个新闻 一直都是很负面的 所以大家看了会觉得台湾越来越的希望 但其实真的很多人在做对的是好的事情 那我们也是借由做这计划让很多的媒体到场 可是毕竟都比较不是主流媒体 所以其实指导人员运设很多 可是我们还是持续想要用影像制作的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 所以我们在当晚永气道学文计划之后 我们其实有做一个分享展 然后在台北的电影公园 让我们展出7天 然后也在189做了一个特应会 然后把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影像 在那一次做播放 所以其实得到很多参与者的回归意见 那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持续地办下去 让它电影师每年都有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就在今年有再做一次的启动计划 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个计划得到资助 所以我们去投了福特的一个计划 那所以我们就去了新竹的新光国小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 因为去到那天了解他们需求之后是 他们校长希望说可以提供小朋友一个动态摄影的学习机会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规划一个计划 就是如何教导他们的状态摄影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今年的计划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变 就是说我们希望是去到三所学校 因为毕竟前年的时候我们规划是去很多所学校 是一个环道的 可是这样子的方式其实造成很多时间资源上的一些浪费 所以我们是用这一次我们就是针对三所学校 然后我们给他们更多的一个 可以让他们学习课程更深入一些这样子 这是我们这一次去新光国小 然后我们反问这些小朋友 做的一个影片 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我觉得跟外面都是还是差异性的 但是就是他们在这边的学习真的就是有学校 就是只有学校的人提供他学习的东西 在他们过去想象的可能就是种天啊种菜 或是说他说你吃了要喝多饭 那些就是他日常生活他旁边请起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同团体介入的时候 他可以看见他有很好的选择他就做了 我们希望在基金队的设议课程 让孩子从设议课程当中去日到美学 甚至于对家乡多的领域的喜爱 我们也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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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这样的概念 参与到相机瞄准这样的概念 然后转移 让孩子拍上来 让孩子多学更多远甚至于更静静 那在这个高中 让孩子更多远 尽在这个形状里面 然后孩子在未来这个部落里面 或是在过来中高社会上面 或是一级制度里面 能够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在这些事情就会想 有点还有什么其他的心动现象的设计 那帮助 他要拍照 那你想要做拍照很想 另外 我从小到十关之外 十关之外 然后 我都在拍 差不多 都在拍自己 这有点 你会 看穿 那有点 我 有些说 我游客 我游客 门到坐我的车 回大祭祈禮人 卢 你买入面 坐着 走 你 愛的車馬爹爹 不休 媽的 狗馬 我要飛走 我要自由 我要用罪 這個就是我們的影訊計畫 就是希望可以讓小朋友可以多些學習的機會 可以體驗不同的一些課程 體驗活動的話 因為時間有限 我這邊就不多加到最速 基本就是把課程做一個比較頭善的安排 讓他們可以有大概四次的接觸機會 然後學習到更多的內容 然後我們其實就會在每一次的計畫裡面把它安排一次 除了課程之外 我們還會有一個發表會 所以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工作項目 然後也讓更多人可以 不見得是真的參與 而是藉由我們參與我們的發表會 然後可以認識更多 然後可以了解更多人 那我們也為了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自己在辦了一個募款項目 我們就是請插畫家跟 應該說我們先找人提供拍賣的舊物 然後我們再請插畫家幫這舊物做一個故事 聽了他們的故事之後 然後做了插畫 然後一起做一個義賣的活動 那那一次我們 拍賣所的人大概有六萬五千塊 然後也會把它運用在這次的活動中 然後做這樣的活動 以我們第一次的經驗之後 其實因為要有影像的製作 所以它其實 會佔蠻高的一個存在 不然 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其實也是跟影像製作有關係 就是我們要做導遊設計 這其實是我們希望去 原住民部落的東西 去那個男女的部落 去教他們的小朋友 一樣是攝影的特程 然後 一樣我覺得也是 藉由那個 新光國小的校長那一句話 就是把 獵槍瞄準的概念 轉為一個攝影 把東西記錄下來的 所以一個想法的樣子 然後希望可以讓他們得到一個永恆的回應 那我們也為這個做了一個 風畫 然後我們 去 眼前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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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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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